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其实也服务了34年 这么久的时间 在这34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消息会大家都听过这个单位 对不对 其实它最大的功能有几个 第一个它自己有一个实验室 是经过所谓的国际认证的实验室 所认证的这个单位 所以它的实验的品质 其实应该是可以被认可的 那这个实验室每一个月 至少就贡献这个社会 一到两篇的这个检验报告 所以34年你看哦 乘上12 再乘上1或乘上2 它做了多少多少的实验 那这个检验报告 这一份检验报告 其实在这34年来 它担任的角色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不断地 透过实验室的数据来告诉大家 什么东西是好的 什么东西是不好的 甚至可能是危害身体健康的 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把它挖掘出来 那么每一次发布检验报告的时候 之后我们都会发文给各主管机关 比如说食品的问题 我们就会发文给这个卫福部 食药署 然后再发文给各县市卫生局 那么做这件事情的动作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说把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检验所得 贡献给政府单位 让他知道说 我们发掘了这些问题 比如说农药残留 20件样品里面 有比如说有10件是检出农药残留 而且可能有超量的情形 那么政府单位你就要加强 稽查的工作来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那么这份检验报告 同时我们也会发文给这个 被检出有问题的厂商 我们会告诉他说 我们在这一次的检验里面 我们发现了什么问题 请你赶紧的去改善它 那就是促成了业界 它在生产产品的品质的提升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我们当然会透过媒体 来告知所有的消费大众 告诉你说小心哦 比如说我们可能再过10天吧 我们就会发布我们将要做的 已经做好的将要发布的一个 蜂蜜的检验报告 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市面上可能有将近将近 快要5成的蜂蜜 它可能不是真蜂蜜 它可能是蜂农味这糖 或者蜂农味玉米果糖 所做出来的蜂蜜 它不是真正的花蜜 然后变成这个所谓的蜂蜜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透过这个检验报告 其实那个检验数据 就可以告诉大家很多的事实 这是消费会在检验部分 所为大家所做的事情 那么消费会还做了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申诉的这一块 当消费者在消费的市场 发生了任何的问题 你都如果有任何的争议 你都可以通过消费会来 取得这个协助 看看怎么样来 来处理这个申诉的案子 那么另外呢 当发生重大的消费事件 比如说921的时候 我们帮了好几个受灾户打团体诉讼 亚历山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帮消费者打团体诉讼 那最近的胖达人 塑化剂 甚至最近的这个收水游的这个事情 我们都来为消费者打团体诉讼 所以申诉这一个部分 或者打这个进行诉讼这个程序 来主张消费者权益这个部分 也是消费会为社会服务的一个重点项目 那么第三点最重要的就是消费教育了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站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 消费会的故事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就是这三四年来 一些重大的一些发现 然后希望大家呢怎么样呢 都能够成为一个精打细算的生活家 我想生活生活 时宜住行娱乐 医疗金融保险那么多的范围 有没有专业 其实有它很大的专业性在 比如说谈到房子 就开始就要去了解什么叫做建壁律 什么叫做什么公共设施 这些有些专有名词其实还蛮难了解的 或者谈到医疗纠纷的的时候 就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专业 但是还是或者是谈到法律 有很多的专业 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些专有名词 其实谈实验也是一样啊 什么叫做极二细酸 原来它叫做防腐剂 我们都要想办法把它变得比较口语 或深入浅出的能够跟消费者做分享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不过不管怎么说 消费的运动其实也要靠大家一起来 你我一起攜手的来一起往前走 然后促成这个业界提升 促成政府单位加强管理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一起来努力的一个部分 那么今天要谈的是说生活加这件事情 平常打开门 每天起床 其实就已经开始展开我们的 这个消费的这个生活了 怎么样能够做到 让我们的家人 尤其我想现场很多的女性朋友 经常是家里面的消费决策的 那个最重要的一个舵手决策者 那么怎么样 我们就讲简单的 从早餐的这个早餐如何选购 对不对 到午餐的这之间 你怎么上菜市场 上超市去买这些东西 这个其实都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消费的决策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再加上轻打细算 这几个字的话 我想我们无非就是要谈的是 怎么样在消费的这个过程里面 让全家的人能够生活的既健康又安全 然后呢 又能够节省一些所谓的荷包 在采购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多省一点钱 而且是让家人健康的 这种状况下能够不花冤枉钱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好 谈到这个呢 我就要先跟大家谈谈 消费会做的一些 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个检验报告 为什么印象深刻 各位知道吗 因为啊 当我看到这个 我也自己都吓一跳 第一个生育片 你知道吗 消费会做的这个检验报告 竟然在生育片这个项目里面 是全军覆没 所谓的全军覆没的意思就是百分百不及格 这有没有吓人一跳 这个采样的对象不只是在传统的市场 它其实包括有店面的店家 甚至包括有新级的饭店 它都被剪出生育片不及格 为什么 不过我这边插播一下 医生通常不鼓励大家吃生的食物 包括生育片 包括生菜沙拉等等 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 为什么要注意到这个生食的部分 原来啊 我想先问各位生活的经验 有没有观察到厨师 是不是会戴手表 或戴戒指 有没有 没有 可是有些人也点头有 这个就是我们观察 这个厨师 他在烹饪调理的时候 他有没有注意到所谓的卫生 比如说 啄一碗 哦哈密耍出来 会不会放一些这个NC 这个动作其实在考照的时候 它都就是一个不及格的动作了 为什么呢 熟食其实不能够再放生的东西下去 有污染的问题 所以我们观察一个所谓的厨师 你就要看他 比如说他有没有戴帽子 他有没有穿他的这个所谓的制服 或者比较 看起来比较干净的这个衣着 那我们要注意他手上有没有任何的饰品 有任何一项饰品 其实都是不及格的 在考照的时候 这都不符合所谓的卫生要求 如果手上有伤口 他没有处理 哇这就是不及格的了 光厨师一个人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再注意 它是销售的现场 有没有苍蝇 有没有老鼠 这些都是卫生的指标 所以生鱼片为什么百分百不及格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于厨师他的卫生的观念 他的伸手时的砖板刀具 有没有分开 他有没有用抹布去擦砖板 这些细节其实看清楚了 我们就可以去好好的去选择一个 比较让你能够安心的这个餐厅来进食 所以说对于生鱼片来讲 这个百分百的不及格 其实是给大家一个警讯 然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你知道消息会常常被人家说 你都告诉我们这个不可以吃 那个不能吃 其实我们还有小小生理说了一些话 就是现在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任何东西他虽然百分百不及格 可是呢凸显的问题 还是有一些所谓趋吉避凶的办法 或者解决的方案 比如说生鱼片爱吃 自己回家处理 自己在家里的厨房 你总是可以控制他的这个 所谓卫生的这个条件 一切都在我们的自我的控制下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百分百生鱼片不及格 两面不及格 为什么呢 夏天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都觉得胃口不好 想吃点这个冰凉的 这个所谓的午餐 好 这个凉面啊 跟各位报告 我们采样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采样这个传统的市场 我们还去那些有名的 这个凉面店家去采样 就都不及格 百分百不及格 好几年这样追踪下来不及格 到了我们觉得 这问题太严重了 就去监察院 去呈情说 或者是说去表达出 我们认为卫福布什药属 堵直了 他没有管理好所有的凉面业者 为什么没有管理好 各位看看哦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经常买的凉面 在市场里面 还有没有冰箱 冷藏库 看起来是没有 对不对 症结所在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到后来的几年之后 我们不是突然 我们又加了一个 一个所谓的消费的一个通路 就是超商系统的凉面 我们也把它采进来做检验 就发现说 传统的店家及格率是非常的低 就几乎都不及格 可是超商系统 因为有冰箱 所以它的及格率是比较高的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有没有这个冷藏的设备 其实是一个关键所在 后来为了我们到监察院去 告这个所谓的 卫福部食药署的赌职之后 食药署 卫生署这边 就把所有的这个凉面业者 通通找来上课 然后通通的告诉他们说 上完这个课之后 我们以后还要再去采你的样 我们还要测你的东西 你不及格话就不准卖 这样子下来之后 至少以台北市来讲 有进步了 有进步了 所以很多的管理真的是要有点点铁腕作风 好 这是凉面 所以这里面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要买那种比较粮食的这种食物 请务必要在有冷藏设备的这样的店家购买 真的比较卫生一点 这是透过实验室的数据告诉我们的 然后在传统的店家 面体淋上酱汁 再加上小黄瓜下去 加了这个小黄瓜这个动作 其实也是并不理想的 因此建议大家怎么样 分开来 请它分开来包装 我们要吃的时候回到家之后 再来进行组合 再把它酱汁淋下 这个小黄瓜加入 要吃的时候再做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它先把它装好 就是全部把它处理好之后 我们又把它带回家吃 这个路上时间的关系 那个细菌的滋生 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产生 所以如果能够马上吃完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不要回家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到温度控制的这一块 好 第三点 鲜榨果汁 百分百不及格 我现在写在这边的 都是百分百不及格 鲜榨果汁有什么问题 现在不知道大家鼓励说 天天五蔬果 尽量多吃蔬菜水果 那更进阶的做法就是 把它榨成果汁喝 然后现在又鼓励所谓的健康 所谓的养生 因此还有所谓的精力汤 之类的东西 对不对 还有数种果汁榨在一起 然后每天一早上一喝一杯 多好 身体也觉得哇 好凉快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鲜榨果汁 如果假设你是在路边买 那种小货车 那种早餐车你在那边买的话 就要观察几个点 第一个 它的水果有没有洗过 是怎么的洗法 一桶水摆在那儿 所有的水果都是在那里面 浸一浸泡一泡 拿起来 然后就这样榨汁 卖给大家喝 这样子的喝法 其实喝到了什么 第一个喝到了农药残留 对不对 如果在店家 他为了应付很大的 这个所谓的客户群 他就先把他的水果 先把它切好 然后摆在冰箱里面 客人来拿一份榨 来一份榨这样子 这样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水果先切好 其实就会开始 做氧化的动作了 营养开始流失了 可能的话 细菌也开始自生了 这是第二件事情 需要关注的 那第三个 你就要观察它 买一个东西要在旁边看 看这个店家 看这个小吃车 看这个车子 看他们卖的人怎么处理 其实我觉得 对消费者来讲 好像有点点辛苦 可是如果你信任这一个店家 你就旁边观察一次 你安心了 以后你也可以安心的做消费 所以我觉得第一次的功课 还是稍稍要做一下 再过来我们要观察什么呢 因为客人不是一直来 我们就要注意到 他这个果汁机 榨汁机 他有没有经过清洗的动作 你知道卖完一个客人 在理论上 他其实就要清洗一次 所以如果店家 这个点其实是比较 能够让人安心的 因为家里面 店里面就是有水龙头 他可以处理 但是有些 就是所谓的卖家 他并不是会 一直就会去洗那个 炸汁机 其实这个就有细菌滋生的问题了 要注意 好 还要再注意什么 还要再注意到 它的容器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柳橙汁 它是酸性的果汁 口感是酸的 口感是酸的的果汁 碰到塑胶杯会怎样 会溶出什么 塑化剂 好再看看 他插了一支吸管 吸管还有什么问题 它如果是彩色的吸管 又有重金属的问题 那支塑胶吸管 也有塑化剂的问题 所以 这所有这样子讲完分析完 会不会觉得 嗯 那一杯果汁 好像不太敢喝了 会不会 好 这是一件事情 再讲到营养的这一块 各位 我们都了解 你知道我们天天五十五果的结果 就是大家经常吃水果 好 我们在家里面 如果假设我们要吃柳丁 我们就自己切 对不对 大概一个 比如说一个晚上 吃一颗 顶多吃两颗 再顶多顶多吃三颗 差不多了吧 连同晚餐 哇好脏哦 可是各位 挤出那一杯果汁 它大概需要几颗柳丁 六成 可能五六颗七八颗都会要了吧 好 这五六七八颗的柳丁 各位喝下去之后 有什么问题 如果假设你的肾脏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康 或你可能有过胖的问题 或者你可能 不是你 是我 可能我有 可能我有血糖比较高的问题 这一杯喝下去其实并不健康 并不健康 所以综合了这么多的一个分析之后 鲜榨果汁到底是不是好的食物 我们就要想一想咯 可以喝 不是说不能喝 最好自己在家里炸 卫生条件可以掌握 还有第二个 可以喝 请限量喝 你不要喝 一次喝一大杯 灌入一杯 你等于喝了 你同时吃了八颗的柳丁 那个量太多了 当然更要提醒就是喝洗酒的时候 干杯 好一杯 干杯两杯 一餐这样吃下来 喝了五六杯的果汁 那个真的就太多太多太多了 好 所以现在果汁有很多 很多是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么请注意一下 酸性的果汁 请不要装在这个所谓的 塑胶的容器里面 怎么办呢 自备 杯具 自己带 不要杯具 自己带杯子 自己带杯子 带个不锈钢杯 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个部分请注意一下 再来是菊花 菊花有什么问题呀 菊花就是泡的那个菊花茶油 在我们的检验里面 农药是什么 多重且超量 所谓的多重且超量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一朵 不是玫瑰花 那一朵菊花呀 撒了很多的农药 而且还超量的状况 这个就要话说回来 我们的中药材 已经差不多是八九成 来自于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翻到下一页 现在我们就先直接说了 菊花红枣人参片 这种菊花白木耳 这些所谓的中药材 买来进口 进到台湾来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 就是我们对于国人来讲 就是在中药材的饮食上面 其实风险是非常的非常的高 昨天还是前天 祖父联盟公布了一个东西 他说他们三四月的时候 检验红枣枸杞的问题 除了发现农药材流过高之外 还发现了重坚属的问题 那么他们最近检验了什么 检验的是那种及时的那种 所谓的补料补汤 比如说什么羊肉炉 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及时的回家加了热 就可以吃的那些补汤 全部都不及格 都有重金属的所谓的风险 这些细救下来 就是所谓的中药材的本身的问题 中药材我们那时候做 就是枸杞红枣百分百 农药残留 的问题超量且多重 然后再来就是 还做到白木耳 白木耳是农药残留 在早期我们关注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 那时候所关注的 白木耳的问题 其实我们是担心 漂白的问题 后来发现 漂白是小咖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 这个所谓的农药残留的问题 可能比较大 再来是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是百分百 重金属超量 所谓的千格拱这些相关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蘑菇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各位知道吗 其实菇体本身是很容易去积土壤里面的这个重金属 它很容易负极 在化学名词里面有讲 富有的负 丰富的负 集合的集 它有负极的效果 所以在广义的看起来 假设这个所谓的菇体 包括什么呢 包括香菇 如果是种所谓的段木香菇 或所谓的 就是在这个 不是太空包里面的香菇的话 种在土壤里面的这些所谓的菇类 就可能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这些可能都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 那对消费者来讲怎么办 怎么办 九层的中药材来自于中国大陆 我们变成好像是不是没得选择呀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那么的 也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 第一个我们并不是天天的吃这些所谓的中药材 那第二个就是要慎选品牌 慎选管道 怎么说呢 就我的了解 有些所谓的有机的这种所谓的销售通路 比如说像主妇联盟 像理人基金会 这些他们有所谓的检验把关的那个机制在那边 那这个是经过把关的系统 才卖给消费者的的话 也许代价高一点 可是它安全度上面可能好一些些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消费者也要懂得怎么去处理了 我们综合了我们多年的经验 其实会有一个建议给大家 就是什么呢 这些中药材 以后绝对不要是拿了一把 就直接丢到汤锅里面 可能不要做这样的直接动作 先经过清洗的动作 清洗完之后 这个接下来有一个比较两极的看法 不过大家 也许大家来思考一下好了 我们后来呢 就会建议消费者 对于中药材 做一个浸泡的动作 因为农药 其实不是溶于水 大部分 就是不是溶于水 就是溶于油脂 这件事情 所以说对于中药材的部分 我们会建议消费者就是 洗一洗浸泡 然后再放到汤锅里面去炖补 那么最近 最近大概也就是这一两个月吧 我开始听到一个声音出来说 中药材不可以浸泡 可是我在想不可以浸泡 你要消费者洗一洗 农药有没有洗掉 不知道 在多量且多重的 超量且多重的状况下 这样洗能够把它洗掉吗 如果不行 我个人 我还是会选择再浸泡个十分钟 至少泡一泡 你安心一点 对不对 这是建议 大家参考看 那要不然我们就是慎选管道 就是源头管理那个部分 你能够注意到说 有把关的机制 可能就是比较 比较让人安心一点点的 好 那么人生片可能要注意到 你知道当我们在工作上 可能耗费体力太多的的时候 可能家人 或者我们会为我们的家人 去切个人生片 让他含在嘴里 对不对 或者泡在茶里 那这个泡 真的也要建议洗一洗 在当时我们的建议 我们的这个检验 人生片是70%的不及格率 但是不及格率也是非常地高 也是相当地高 所以呢 给他 给他含着的之前 或者给他泡茶之前 那个人生片也把它处理一下 比较安心一点 好 再来 这个是最近可能需要注意的部分 尤其像这个 丙溪溪安的这件事情 在这几年 丙溪溪安是一个国际消贸组织 都在关切的一个议题 为什么呢 什么叫做丙溪溪安 各位 只要是淀粉 那高温烘焙 或者是烘炸的这些食品 他就有比较高的丙溪溪安 丙溪溪安是一个 已经认定的一个致癌物质 那么有哪些东西呢 最明显的就是 像洋芋片 薯条这些东西 如果那个薯条啊 炸到金黄可能还好 然后炸到有点焦 有点咖啡色出来 他的丙溪溪安的值就已经高了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自己 如果在家里自己炸东西的话 请记得不要炸得过焦 炸得过焦 那个丙溪溪安就跑出来了 它就是一个致癌物质了 注意一下下 所以呢有哪些呢 像洋芋片薯条 西点面包 饼干派 甚至像咖啡 咖啡在烘焙的 就是在烘焙的时候 它如果是低度的烘焙 它的那个丙溪安是比较低的 是重度的烘焙的状态下 它就是丙溪溪安值就比较高 那消费者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那种三合一的鸡肉咖啡 丙溪溪安量可能高了一点点 所以对消费者来讲怎么样了 一呢 尽量少吃这种所谓的薯条啊 这些油炸的东西 一方面是热量高 二方面这个比习歇安 致癌率可能比较高的状态下 我们对消费者来讲就是减量的摄取 然后再来就自己处理的的时候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料理各种食物的时候 请注意到温度不要过高 不要过度的去烹饪那个食物 这个才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健康安全这个部分 好 接下来呢是含铝的这个食品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部分 我们为什么做一直在做铝的这个测试呢 原来铝跟阿滋海默症是有关联性 在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不可排除 我们这样讲好了 比较保守的说法就是 这个铝对于这个人类的这个所谓的阿滋海默症 目前没有绝对的排除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到食物里面的含铝量 那么在国际上 目前国家没有标准 但是在国际上有几个地方有一些标准 比如说欧盟 欧盟它订定出食物的含铝量是 每一周每一公斤 每一公斤不可以超过1ppm 这是欧盟的标准 中国大陆有标准 中国大陆是每一个人每一周每一公斤 不可以超过2ppm 那么在世界农粮组织 卫生组织 他们也订了比较欧盟的标准 总之订定标准的就是这些单位 那么我们这几年做了之后 不断的发文给政府单位 希望他们能够订定出食品的含铝量 那么卫生署这边就是现在的卫福部 回我们的讯息就是说 我们目前查无国际任何确定的 这个所谓的研究报告 所以目前还在观察之中 意思就是说我们还不要定这个标准出来 可是问题是不可排除 是不是就应该要提醒消费者多多注意呢 不晓得这个观念不晓得站在哪个点 但是消费组织的角度就是不可排除 我们就要提醒注意 比如说尽量少用铝锅 像日本的消费组织 他们有测过 他们有就是说曾经做过一个测试 他们拿铝箔纸拿铝锅来测 铝的那种炒菜锅来测 他们发现说在油咸酸的状况下 油咸酸的状况下 食物里面就会释出比较多的铝含量 那可见这个铝其实是在食物的烹煮的过程中 它其实就会释放出来 因此这个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家里面如果有铝的 比如说很多人就会开始问了 我们家大铜电锅 那个内锅就是铝的 有没有问题呀 要不要注意呀 铝箔纸绝对是问题了 那个大铜电锅那个要不要注意 其实大铜电锅的内锅有两种 一个是铝锅一个是不锈钢锅 可以的话尽量选择不锈钢锅吧 那如果真的是觉得 在没有百分百确切的证据之下 那个铝锅能不能够暂时当作清洗的锅具 就是洗东西的时候拿来做容器之用 或许吧 可以考虑考虑 总之这个决策在各位手上 在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就暂时 先不用那个铝的锅 还有注意到哦 像量饭店常常卖那个雪瓶锅 下雪的雪 平安的平雪瓶锅 或者是我们在那种什么 三妈臭臭锅 或者是小 就是一人份的小火锅的那种锅 好像有些还是使用这种铝锅 这个我觉得我们消费者 其实也有义务去提醒业者 是不是可以适时的 假设这个锅子用了几年了 可以去更换 钛换的话 请他钛换不锈钢的 我们消费者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跟权利吧 跟业者提醒 避免使用可能有问题的东西 好 所以含铝的食物 要跟大家讲 这个铝 产生在哪里呢 比如说除了锅具之外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铭帆套发 蓬松剂这两项 其实是需要注意的 我们刚刚说了 欧盟的标准是1ppm 对不对 各位你们知道吗 海哲皮呀 我们测一测 竟然怎么样 100公克里面 就有1200ppm的这个铝含量 高不高 你吃的那一口 可能就有非常非常高的这个铝 在那里面 为什么 因为铭帆里面就有这个铝的成分 而且可能算 这样测起来 这个铭帆的铝含量可能不算低 所以只要经过铭帆泡发的 这个食物 烹煮的时候 它的风险其实是比较高 爱吃的话 可能在喝喜酒的时候 那个海哲皮 我们就少吃一点吧 再过来还有什么东西 是需要注意的呢 像蓬松剂 含铝的蓬松剂 在香港 香港销委会 他们检测过 销区会也检测过 我都忘记我们自己 我们测出来的是什么呢 松饼 松饼现在不是大家都还蛮爱吃的 到那个咖啡厅 可能就会点一份松饼来吃 觉得加上蜂蜜 加上草莓 加上鲜奶油 好像蛮好吃的 可是那个松饼测出来是500ppm 不低 不低 所以可能是 一个礼拜 我们刚刚说了 是每一周 每一个人 每一公斤 你不可以超过 1ppm或2ppm 算一算 可能你 还是要 注意到你吃的松饼的这个部分 那蓬松剂使用的范围 其实非常的广 比如说 香港销委会做的 做的检验里面 包括什么千层糕 包子馒头这些 会使用到蓬松剂 让这些面粉 发的这些东西 油条是明白 那派 面包 这些东西 大概就属于所谓的蓬松剂的这一类 所以对于我们 如果自己在家里喜欢手做面包 自己做面包 自己做包子馒头的时候 买那个发粉 请注意 我们要跟老板讲 我们不要含铝的成分 这个在我们买的时候 我们可以特别去注意 含铝的色素是什么呀 铝这个色素怎么会在食物里面呢 来 像MM巧克力的那个鲜艳的彩色的 那个糖果的 那个色素叫做 它就是含有这个所谓的铝成分 所以扩大来看 市面上还有哪些糖果 是那种鲜艳的颜色 有种水果糖 有没有 也是像MM巧克力那样的 鲜黄鲜红鲜橘鲜什么的 鲜绿的 那些可能给孩子吃的时候 也要特别的注意 特别的注意 那么含铝的药品 大部分是比如说像胃药 那这个就不得不了 这是无可避免 好在我们没有天天吃胃药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请医生来帮我们注意一下 好 这是含铝的食物 这个是请特别的注意一下 好 再来呢 钠含量高的食物 现在的饮食里面 其实会让人越来越忧虑的 就是通常就是钠含量过高 也就是盐分太多 糖含量过高这个问题 热量的问题 我们的调查 有时候其实会有点吓一跳 比如说钠含量过高的食物有什么呢 超商系统的一份扬州炒饭 各位我们国人 就是说每一天的建议值是多少 你们知道吗 钠含量是2400毫克 约等于6公克的烟巴 6公克的烟巴 6公克的烟巴 各位觉得好像很多 其实我讲一些东西给大家听 比如说一份扬州炒饭 你们知道吗 它将近2000毫克的钠 2000毫克 就等于说你吃完这一个扬州炒饭 也许还没吃饱 但是你的钠含量已经接近于一天的限量值 一天 可是你一整天你还要吃很多的其他的食物 比如说 比如说 有时候喜欢煮红豆汤 为了提它那个甜味 有时候还加一点盐巴进去 会不会 或者你各种食物里面 尤其汤品 各种的汤 你只要喝到咸味 其实钠的含量都已经偏高了 所以对于要限钠的人来讲 会建议的是不要 如果爱喝汤 汤的量要减少 不要喝那么多的汤 而且这意思吗 汤只要有一点点咸味 就已经 钠含量已经有偏高的问题了 所以一包必见 就差不多 9001000毫克钠含量 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看 各种食品的那个标示的话 你就会发现钠含量 最重要因为它的目的是在提味 让你觉得好吃 钠含量可能就是会比较高一些些了 所以回家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仔细地看清楚每一项食品 它的营养成分的标示 钠含量 糖现在没有规定 但是热量是有规定的 这两个资料 至少我们消费者可以去仔细地辨别 仔细地去看清楚 这是钠的部分 糖的话 就是最主要是发生 就是它比较存在在哪里呢 其实就存在在各种甜的这种饮料 或者蛋糕 面包 这些相关的食品里面 你知道一瓶饮料 可以从14颗方糖 一直到28颗方糖那么的多 尤其酸性的饮料 糖含的糖量 其实是更高的 这个请特别的注意 那么可能还要提醒大家 所谓市面上所宣称的 零热量或零卡的 这个所谓的食品 大家可能以为 这个零卡零热量 就是零卡跟零热量 不是吗 可是对消费者来 消费者所认定的这个数据 跟业者所做出来的这个成品 其实是有一段距离 在我们的调查里面 标榜零卡零热量 你翻到背后一看 怎么热量是500卡 这一包热量500卡 怎么可以在正面上写上 所谓的零卡零热量呢 厂商说对呀 我又没有放什么 我没有放什么 但是他放了淀粉吧 他放了粉 对不对 那个是不是热量的来源 他放了比如说放了油 是不是热量的来源 很多的东西 他说我没有放 我没有放ABC 但是你放了DEF 有点误导消费者 这是有点误导消费者的部分 就要靠消费者明辨 再来就是像这个 零卡的这个饮料 比如说可乐 这件事情我也要跟大家 真的要好好提醒 虽然我们喝了这个 所谓有带糖的饮料 它标示是零卡 事实上它可能也是零卡 可是我们的生理 会有一个反应什么呢 当你喝了一罐 比如说355 老生的这个零卡的这个饮料 喝到身体里面 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说 你刚刚喝进了 比如说是300卡的 这个东西进来了 300卡在哪里 你的身体 就会一直告诉 就是一直在你的身体里面 去找到300卡 找不到 找不到 就一直提醒你的脑子 那300卡还没有找到 你就会想吃东西 会把它补进去 就会吃别的东西 把它补进去 那是我们生理的一个反应 所以为什么 尽量的不要去吃 那所谓的零卡 宁可是喜欢吃的 可以吃一点 限量的吃 然后调节你自己的 这个卡路里的摄取 因为所谓的热量 是靠调节出来的 所以宁可是靠调节出来 而不要让自己 欺骗自己的身体 然后最后又失败了 如果你在减重的的话 这个请注意一下 好 在这个之前 因为要谈到所谓的 精打细算 我们刚刚谈了一些 农药残留的问题 对不对 农药残留这件事情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假设你具有 相当的知识的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就可以作为 一个所谓的精打细算的 生活家了 怎么说呢 农药残留 遍布在所有的 比如说蔬菜水果里面 这是不可避免的东西 所有的消费者 其实在购买的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 很忧虑 我买到的东西 是不是很有过高的 超量的农药残留的 可能性 刚刚除了讲中药材之外 还有什么农药残留 偏高的蔬菜水果呢 我先提醒大家 我们在这一年的检验里面 有一个东西 值得大家注意 是属于那种连续性的作物 比如说什么 这样慢慢长出来的 姜豆 四季豆 碗豆 在我们那个检验里面 越长的农药残留越高 所以姜豆的这个农药残留 几乎就是 也许就已经偏近于 就是五六成七八成 那样的一个高法 然后碗豆就折半 立马折半 然后 然后 这叫做四季豆 再短一点的就是碗豆 它的农药残留的 不及格率就比较低 为什么豆子越长 农药残留越高呢 为什么 一个菜园子里面 有的正在长出来 发出来 有的已经要采收了 那农药残留 喷洒农药 并没有办法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种豆子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像军队一样 一起长 一起收 对不对 长长短短 长长短短 所以撒农药的时候 有些都已经快要采收了 并没有超过那个 所谓的安全采收期 因此这样子的 连续性的作物 它的农药残留值是偏高的 这个是不管哪个单位做 它的测试的检验数据 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消费者的我们来讲 连续性的作物 在采收 我们在买的时候 在处理的的时候 就要特别的注意 越长的豆子 可能清洗的那个技术 就是浸泡的时间 可能就要 越要注意一下 久一点点 而且这意思吗 可能真的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就是豆子洗一洗 因为它上面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脏污 就以我们通常的习惯 也就是洗一洗 泡一泡就切断 然后就可能就下去炒了吧 增加浸泡的时间 让农药残留的这个溶出 可以更多一些 再来 就是再给 再上桌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连续性的作物包括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的豆类 茄子类 丝瓜类 这种都属于连续性的作物 请特别的注意 再来 要说的是说 消费者的担忧 业者是不是知道 其实业者很知道 消费者忧虑什么 因为消费者的忧虑 也就是业者的所谓的商机 所以因此市面上 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 对抗农药残留的商品出来了 比如说什么呢 有没有看过 一种清洁剂 它可能卖个两三百块钱吧 一贯 对不对 可是这个算小咖 还有卖那种所谓的臭氧机 像有一些有机店 讲求所谓的生机饮食的那种店家 它会卖臭氧机 这个臭氧机标榜说 把这个臭氧导入水盆之中 蔬菜水果放进去 经过臭氧的作用分解 农药残留全部都分解光 那你们觉得这个臭氧机 是不是真的能够发挥效果 不便宜哦 有的臭氧机可能会贵到 也许五六万块钱哦 能不能发挥作用呢 五六万会不会是 可不可能将会是我们的 一个月或一个半月 或两个月的薪水 为了家人 很多人真的是不惜成本 把钱掏出来就把它买回去了 可是有没有用呢 农药了解它的这个所谓的理论 农药基本上就是两种机型 一个叫做水溶性的喷洒式的农药 一个是从根部吸收的 叫做系统性的农药 假设这个蔬菜或水果 它使用的是系统性的农药 从根部吸收的话 它是不是整个果实 果体或者那个菜叶子上 就已经都是农药残留了 这个臭氧能够深入核心的 就把那个所有的农药 全部把它分解掉吗 不容易吧 真的不太可能 所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 脂溶性的农药 其实是不OK的 它是没有作用的 对不对 好 假设这个臭氧水 它能不能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水溶性的农药 把它处理掉 可不可以 臭氧水 可不可以把水溶性的农药 去除掉呢 可以啦 水妹 水在里面啊 水溶性的啊 但是对消费者来讲 我如果把它提高一点点 我放到水龙头下 去清洗去浸泡 不是一样吗 所以对于水溶性来讲 它就是可有可无 对止溶性来讲 它是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功能 因此假设你知道了这个知识 你现在进到百货公司 你进入到有机的 所谓的生机的店面 这个臭氧机讲的在动听 你会不会买 不会呀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嘛 对不对 这就是金打细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请务必的吸收正确的消费资讯 正确的消费资讯就可以帮助你判断 你这个东西该不该买 要不要买 会不会浪费钱 或这个钱要不要省下来 对不对 请记得 拥有正确的消费资讯 可以帮助你做好最正确的判断 那这个正确的消费资讯在哪里取得 业者的广告文案里面吗 文案就会告诉你说 你要把钱掏出来 你要买我家这个东西 你的生活品质会更好 我们当然不是从这个厂商的文案里面去找 那也不禁然总消费会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其实很多的单位都有在做检验 所以每天在看报纸的时候 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 请注意听 这个检验报告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比如说农药残留 你就注意听 哪些种类的菜 哪些种类的水果 或哪些种类的中药材 是很容易有农药残留过高的问题 那这些食物 我们就要特别的去注意它 去处理它 对不对 所以听新闻 看新闻的时候 它不是最后一步 它其实只是我们 开启这个知识的第一步而已 就是我先把这个资讯收集来了 接着请大家 请务必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练习上网 我们练习到这个发布单位的 那个机关 比如说 卫福部会发布新闻 农委会会发布 农药残留的新闻 标检局会发布 一些日用品的检验报告 消机会就是实意住行 只要我们能检验的 我们都会检验 所以消机会的网站 也请多多的去看一看 这些发布的单位 甚至像苹果 苹果日报 也会做检验 董事基金会也会做检验 现在会做检验 主副联盟 其实现在会做检验的单位 越来越多了 找到这个新闻的来源 看清楚整个的新闻来源之后 就去找 找他的原始资料 看清楚他整个的检验报告 绝对可以帮助你 做好正确的消费的决策 这个点请记得 希望今天这个结论 会是日后大家 在消费决策上的 很大的一个帮手 可以比如说像现在 你们听了一个臭氧机 根本没有效果之后 就为大家省了4万6万5万 或更多钱 这个钱真的就省下来了 好 回到农药残留这个点 农药残留该怎么去除呢 该怎么处理呢 刚刚说了有水溶性 有脂溶性 对不对 所以水溶性的就是 好好的把它洗干净 在整颗的这个果 就是比如说菜叶子 请不要切段再洗 虽然很方便 切了段去浸泡去洗 其实它的纤维组织变短了 农药残留的水更容易渗入 更容易污染那个菜 菜叶子 所以请不要切断的 巨细 而是整片整片的把它洗干净 一片一片的把它洗干净之后 准备一盆水 浸泡个10分钟 15分钟或20分钟 但也不要泡太久 因为泡太久之后 营养又流失了 有这个问题 这是水溶性的部分 那脂溶性的怎么处理呢 脂溶性就是溶于油脂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 我们在炒菜的过程中会怎样 有放油进去 这个油就可以把脂溶性的浓药 给溶出 所以炒菜的时候请记得 盖子打开 抽油烟机打开 让这个油气 带着残留的农药 给蒸发掉 给吸收掉 抬出去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真的要提醒 所有的很习福的妈妈们 你知道妈妈们很伟大 孩子你知道 上桌吃饭的时候 这个菜总是夹到先生 夹到孩子的碗里面 然后剩下的菜汤 我们自己就倒到碗里面 拌一拌就把它吃掉 这个菜汤 在今天听完之后 请不要再吃了 上面有什么 有农药残留 有钠含量过高的问题 还有油脂过多 热量过高的问题 这个菜汤 我们都不要再吃了好不好 虽然我们很爱惜 世间的任何的东西 可是健康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好 那么还有人接着就会说 我们就喜欢 我们就想说不要吃 不要炒菜有太多的油 所以我们烫菜 穿烫 想降低油脂的摄取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还有 纸容性的农药 还是要面对处理呀 我们就放几滴油进去吧 也许不要放那么多的油 但是放个几滴 有油脂在里面 让这个残留的这个农药 把它融出来 再把菜捞出来吃 是不是就是一个 好的处理的方式 也因为这样子 再提醒大家 我们太习服了 那一锅汤有时候 会觉得说 哦 丰富的维他命C在里面 所以呢 打个蛋进去 就变成蛋花汤 这个以后这个菜汤 也不要再喝了吧 如果真的要煮蛋花汤 我们另外再煮一锅 就不要用这个 有可能有农药残留的水 而且这意思 中药 中药采也请比照处理 其实我还想跟大家讲 还有洗碗精这件事情 也比照处理的意思是什么 浸泡这件事情 刚刚说了蔬果清洁剂 去除农药残留的蔬果清洁剂 我们很担心的是说 你没有把这颗水果洗干净 反而让蔬果清洁剂的 就是界面活性剂 或一些什么东西 那种花学的物质 又残留在这个水果上面了 会不会 我讲另外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们家就会做过一次检验 那个次突发起响 我们实验室就是来测什么呢 除了测这个清洁剂 可不可以把碗洗干净之外 我们又多测了一个动作叫做 要多久才能够把这个界面活性剂 完全的冲干净 各位要不要猜猜看 花多久的时间 我们心里面先莫属 1秒 2秒 3秒 这个时间 然后问问自己 你通常洗多久 你洗冲多久 30秒 有30秒 除了时间很久 10秒对我来讲 我都觉得好久 那个碗摸一摸一起洗干净了 我告诉大家 我们那次测 竟然一个碗 一双筷子 要在水下面冲3分钟 它那个界面活性剂才能够完全的把它洗干净 冲干净 所以我在想 哇真可怕 谁会洗一个碗 冲一双筷子 就在水下这样冲3分钟 不太可能 真的不太可能 我们数10秒钟 其实很久 真的数的时候 因此 准备 就是把你认为你洗好的碗 洗干净了之后 准备一个水盆 再把这些碗筷摆在里面浸泡 再浸泡个10分钟 15分钟 20分钟 时间到了 再把它洗一洗 再去晾干 多一个浸泡的动作 也许麻烦那么一点点 但是想到下次吃饭喝汤的时候 不会 不会伴随着 然后把那个界面活性剂吃到冬子里 可能这样子也安心一点 好 那就 这个部分我们就讲到这 所以对于农药残留 其实我觉得不用那么的担心 以消息会的检验报告 一般的输过啦 它的不及格率大概在三成左右 政府单位是3% 我们不知道这个差距从哪里产生 可是我们是以消费者的身份 就让随机采样 做出来的不及格率 大概就是三成左右 可是这三成还是值得注意 不过要看菜种 连续性的作物 它的不及格率是高 所以要注意一下 再来 因为 这个虽然谈的是儿童的饮食 但是其实 重点是在生活的用品里面的风险 这个我想先从这个彩色的 这个糖果来说 我们有一年看到一个短短的一个外店 上面说台湾的糖果减出重金属含量超高 多超高 我们一测 各位 那个糖果纸 那一张糖果纸 竟然有1万ppm的重金属 千鞏隔 这些所谓的总重金属量 到1万ppm 你们知道吗 目前政府的单位中药材 总重金属含量是多少 是30ppm 数年前是100ppm 在当时也是100ppm 1万ppm跟100ppm多少倍 太可怕了吧 想想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 吃糖果是怎么吃的 他不会剥糖果纸 所以呢 他是糖果咬在嘴巴里 慢慢的把那个糖果纸咬掉 然后才吃到里面的糖果 就看到这一个外地人真的是把我们吓一跳 就测了之后才发现有1万ppm 这个结果发布出来之后 卫生署当时也吓了一大跳 然后他们就偷偷测 也测了一个1万ppm的数据出来 所以后来就对于这个市面上的糖果纸 就要求什么呢 第一 你不能够再用这个所谓的工业级的这个颜料 来制造这个所谓的糖果纸 你可能要改用这个所谓食品级的这个色素 再过来糖果纸跟糖果中间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包装隔离隔离纸 所以对大家来讲 过年快到了 买糖果的的时候 请注意 最好能够注意到那个糖果纸 如果因为试吃可以看嘛 所以买那个糖果 外面还在包一层 然后糖果纸不要过于鲜艳 否则的话不论不只是孩子 我们都可能摸到 因为你知道手摸到你就会可能吃到污染的问题 它会有迁移 你就可能会吃到那个所谓的糖果纸 所以这个再过来就是八宝伞 其实也是同类似的问题 这八宝伞有什么问题 迁过高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他们用的这个朱砂 用的是他们的朱砂可能在炮制的那个过程 不是很完全的状况下 他的重金属签的含量是超高的 也可能会到达1万ppm那种程度 所以临床上就是说 在医院里面有几个小朋友 就是阿嬷在孩子哭闹 当然不要讲阿嬷 妈妈可能也会这个样子 因为传统的习修是说 娃娃哭的时候 晚上尤其晚上爱哭的时候 你就去中药房买一些八宝伞回来 不便宜这个八宝伞拿来涂抹在孩子的这个嘴巴里面 就有镇静的效果 的确纤重金属的确对于神经来讲 它有镇静的效果 可是这个镇静也代表智能的影响 就是所谓的受损 纤对于孩子的智能的发展 是有所谓的伤害损害性 因此以前的孩子看起来乖乖的 其实是被八宝伞给涂害了 这个真的要特别的当心这样子 所以八宝伞其实要特别注意 可能要买这个 如果真的要买八宝伞 假设买这个GMP药厂 所生产出来的这个八宝伞 在各项的检验把关上面可能会好一些 再来鲜艳的玩具 它的问题是要出在哪里 其实也出在这个所谓的油漆上面 越鲜艳的涂料 它的重金属含量越高 所以对于玩具啦 对于家具啦 对于这个油漆 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特别去注意的 那么窗帘有什么问题 窗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国外的消费组织 他们有测过这种百叶窗 百叶窗上面其实就会积累 累积了什么 所谓的千层 千的那个灰尘 所以对于我们家庭主妇来讲 会建议说家里面定期清洗的 清扫的时候 不要用鸡毛胆子在里面胆 因为你可能会把那些所谓的重金属 或者墙壁上面的那些所谓的千层 通通把它养起来了 孩子在家里面就被吸进去了 最好的话那种窗帘是用湿布擦 才不会让他的那个所谓的千层漂浮出来 这样威胁孩子的健康 好 再来水管 水管是指家里面的排水管 家里面的水龙头啊 那种各种的水管 这个水管先跟大家讲一下 分享一下 会建议家里面每天早上起来的那第一盆水 不要处理成为是刷牙 煮饭 煮稀饭的那个水 或开水 为什么呢 因为水体浸置一夜之后 其实它就有滋生细菌的可能 然后如果家里面是千的水 如果房子啦 四五十年前的那种老房子的话 它可能是使用千的水管 那就有千溶出的问题 那如果说是PVC的水管 那PVC如果假设有破裂的情形 那水也污染了 所以对于我们比较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家用的饮水的部分 比如说第二天准备 早上要泡牛奶喝 要做什么用 要煮的那个东西 那个水 前一天晚上就把它先装好 因为那已经是流通了一整天的水 是比较安全的水 所以那个水前一天晚上 那第二天早上的流出来的那一盆水 你可以拿来擦地板 你可以拿来浇花 你就是不要拿来吃 不要拿来饮 不要拿来装在热水瓶里面 了解吗 好 讲到这个水管 我想一个消费的申诉的案子给大家听 你知道我们曾经接过一个案子 它是什么呢 一对新手爸妈 刚刚生了一个娃娃 为了娃娃泡奶这件事情 他就买了一个透过直销商 买了一个宣称可以生饮的自来水 爸爸这个滤水器 现在市面上宣称可以生饮的滤水器很多吧 说可以对抗农药残留 可以对抗重金属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可以生饮 结果呢这个爸爸妈妈装上去之后 泡一次奶喝一次 这个娃娃就拉一次肚子 泡一次喝一次拉一次 第三次之后 这个爸爸就把这个经过滤水器的水的水 拿去做检验 就验出什么呢 验出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经过粪便污染的水 那这个事实显现出什么 显现出这个标榜可以生饮的 这个所谓的滤水器破功 不符合他广告所宣称 对不对 骗人的 好 那这是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给我们的警讯了 厂商说那是他说 有没有效 要有待验证 这个就是一个验证之一的一个结论 可是第二个也值得所有人 我不晓得各位住的房子 有没有那个住四五十年前的房子 还在住比如说是比较是老旧的宿舍之类的 在那种比较久以前所设计的房子 他的化粪池跟他的储水槽 其实是在格林的一起 还记得我们住过那种房子吗 现在新的公寓是没有了 新的公寓可能地下是化粪池 然后上面可能在另外一层做储水塔 对不对 可是如果假设你是老旧建筑的话 假设我们还住在那种老旧建筑的房子里面的话 真的要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当你每半年要清洗水塔的时候 那个水都会排干对不对 趁这个机会去检视那一面墙的完好性 有没有渗漏的情形 有渗漏的情形的话 其实那个化粪池的水就不断地就会涌到 那个所谓的储水池里面 这个案子的这一家的人 就是住在那样的一个房子里面 希望各位都已经换了新的那种 所谓的居住的环境 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如果有的话 就要注意到那一面墙的完好要去处理 然后维护家里面的饮用水安全 最重要的其实是楼上楼下的水塔 是半年清洗一次 有没有 各位的家里面有没有半年清洗一次 三个月一次 三个月很棒 有没有一年没洗过一次的 可能在我们那边 我们听到消费者反应的是说 都是集合住宅 几乎不交管理费 我们就没办法洗 可是真的不能够任由这样的事情 就继续这样下去 因为清洗水塔才是根本的清洁的 就是饮用水的保全 要保持它的卫生安全 最重要的是水塔的清洗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所以不管怎么说都要去游睡 或者是透过公寓大厦管理办法的 一些相关的规范 要求那些聚绞户还是要脚尖出来 楼上楼下的清洗水塔 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然后第二个 烧煮开水是最高级的净水方法 意思是什么呢 绿水器有没有用 家里有装绿水器的请告诉我 可能比较多吧 在高平地区 因为会觉得这个水好像有污染 会觉得好像这个水不好喝 其实我们的了解 高平地区的水 水质可能比较硬 所以口感是不好 可是要告诉各位的是 口感不好 是因为它的矿物质比较多 矿物质多的水 对心血管病患者来讲 是好水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并不鼓励消费者购买绿水器 为什么不买绿水器 你们觉得台湾的绿水器有什么问题 第一 价钱是不是非常高 一个绿水器可能两三万 三四万五六万 对不对 尤其它宣称的功能越多 我们会觉得越安心 好钱花下去了 我请教大家 绿水器里面是不是有个绿星 那个绿星大概多久换一次 厂商可能跟我们说 三个月 六个月 换就可以了 对不对 等到它黑了再换 对不对 可是 这样好吗 我们没做过绿水器的测试 可是我们做过绿星的测试 告诉各位一个事实 就是一家四口 在饮用分离 就是喝的水跟用的水 我们分开来这样处理的状况下 就是表示说经过那个绿水器的水是已经打折的状况下 那个绿星其实两个礼拜就已经不满细菌 那个细菌就已经附着在那个绿星上面 所以这个重点是告诉大家 不管你有没有 就是不管你买多贵的绿水器 那个绿星假设你至少两个礼拜或一个月 你如果没有拿出来清洗消毒的的话 你喝的水其实就已经含有这个细菌 所谓的总生菌数可能是比较高的 而且这意思吗 所以呢 这是一件事啦 麦太贵绿星的处理 第三点是什么呢 像那种所谓的逆渗透的绿水器 它其实靠的是一层薄膜 网木非常非常微小的那种薄膜 去过滤那个水 过滤出一杯水 你可能要倒掉一大桶水的这种状况下 是不是非常的浪费水资源 还有那一层滤膜 它的完好性 我们也有常常去检视它 你知道我们水里面还是有一些微型的固形体的东西 比如说很小的沙子 很小的小石头 你这样的一个 每天让水这样子的进出 那个绿膜有没有可能会坏掉 有没有去检视它 如果它是已经有破损的状况下 其实它的绿的效果有没有理想 这都要想喔 所以我们小区会测过那么多的东西 我们独独就不再 不愿意测一个所谓的绿水器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基本上 并不鼓励大家买绿水器 还有刚刚所说的那些问题 还有像那个离子交换素质的那种软水器 把硬水变成软水 喝起来口感好的那种东西 或者是把货公司做那个魔术 告诉你 你看我们家的水是这种水 经过绿水器它水变得多清澈 那个叫做物理现象 那也不是那就是所谓的魔术吧 好我们就说魔术它不是真实 我们的水没有那么的糟 台湾的水真的也没有那么的糟 但如果以高平地区来讲 可能还是会担心的的话 前提还是水塔要清洗 如果假设还是担心 准备200块钱吧 买那种活性碳 自己做一个绿水器 挂在水龙头下 这个绿水器呢 两个礼拜一个礼拜 把那个活性碳包 就是棉布包着活性碳的这个绿水 绿水体 拿来洗一洗 煮一煮 晒一晒 灭菌完之后再用 一辈子200块钱 就可以解决绿水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花四五六万去买那个绿水器呢 要解我意思吗 试试看好不好 活性碳200块钱 真的就可以解决你家里面的 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然后烧煮开水 是最高级的净水方法 这句话必须不断地说 不断地说 那么给孩子还是尽量地 自己让他带水杯 自己杯个水壶去 那尽量地呢 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用塑胶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 茶壶 家里面可以的话 现在塑化剂的问题 从我们这个塑化剂的食安事件 其实一直衍生到家里用品的 这个塑化剂的 的清点 想一想家里面有多少东西是属于塑化剂 塑化剂有什么问题 对于男生来讲 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年轻的孩子 感觉会不会越来越娘 比例上 有没有 当然我觉得塑化剂一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所谓的生长激素的问题 还有环境荷尔蒙的问题 双分A的问题 等等等 我们已经在就是能够影响人体的健康的 这种可能的物质 其实有点越来越多了 所以尽量的扫除家里面的塑化剂的成分 包括哪些呢 家里面有香的东西 比如说女生爱用的香水 男生用的古龙水 厕所 厨房用的芳香剂 客厅用的芳香剂 这些其实都有塑化剂的成分 它是定香之用 把那个香味固定住的 稳定住的那个 那个就有塑化剂的这个成分 再来 检视家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呢 比如说塑胶的那种餐盒 塑胶的碗盘 保鲜膜 塑胶的杯子 塑胶的任何的食具 吃饭的那个餐具等等等 尽量的满满的把它扫除家里面 那么我们在外面的话 可能就要注意到 ATM的那张纸 感热纸 银行啊 停车啊 所有的那种感热纸 那个双分A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 就觉得已经习以为常 可是它上面的双分A 可能就会造成 它也是一种环境荷尔蒙 就会造成我们刚刚所说的 男性的生殖力的降低 女性的这个所谓的生殖器官的 这个癌病变的产生率会 会有点逐年的 我们发现说 比如说乳癌或什么子宫癌 这些所谓的癌病变 比例有没有有点往上飘 往上移的现象 这些都尽量的要把这个所谓的 环境荷尔蒙慢慢慢慢的 把它扫除掉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我要讲的比较快一点 再来这里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所谓的塑胶包材 奶瓶奶嘴塑胶水杯 这个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测过泡面里面的那个油包 然后超商便当里 就是超商里面所卖的那种便餐 是塑胶盒装的 结果我们测什么呢 我们测它的这个包材本身 有没有塑化剂的溶出 以及食物里面有没有塑化剂 结果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所以对于这个事情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是使用塑胶包材的 这些所谓的购买这些现成的 即时的食品 可能还是要准备一个餐具 在家里或办公室 换一个容器再加热 微波炉就是要微波的时候 你可能倒在另外一个 你的也许是陶瓷的杯子 或不锈钢的餐具里面 而且这意思吗 我们尽量要避免 那个所谓塑胶包材 产生的危害 这个就要讲到精打细算 防晒衣我要讲什么 消息会的测试 防晒衣现在不是很流行吗 基于运动 或基于像高雄这么的热 我们希望不要晒伤 不要晒伤 对不对 希望说我们的皮肤 不会有所谓的 癌病病的发生可能力 所以就很喜欢穿这个防晒衣 测起来发现 我们国家标准是什么 国家标准是说 你穿了这个防晒衣 你必须要能够反射这个UVA UVB的这个危害 你至少要达51%以上 51%其实是一半 就太阳光照下来 一半反射回去 一半其实你还是吸收 但是测试里面有两个品牌 它并没有办法达到 虽然有些品牌很大 还是有可能发生问题 那么要告诉大家是 真正的防晒衣 或所谓的凉感衣 或所谓的发热衣 现在大部分是属于 所谓的那种 龙的所谓的一种 所谓的纤维 所谓的人造纤维的 这种所谓的衣服的材料 凉感衣能够发挥作用 是在冷房里面 能够发生作用 你穿着凉感衣 比如说你是Sales 穿着这个凉感衣 然后骑着膜热在外面跑 热不热 告诉大家 非常的热 它并不凉感 它还会非常非常的热 因为它不透气 所以最好的防晒衣 或最好的发热衣 其实是天然纤维 所谓的天然纤维 就是百分百棉 麻 的这种天然纤维 我们不要听厂商说 穿了发热衣 可以发热两度 提升温度两度或几度 那个是在特定的环境里面 所做出来的测试的结果 它并不代表消费者 穿着的时候 在外面的环境里面 也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而且穿了这样的衣服 不代表跟这个所谓的 天然纤维比较起来 不一定比较好 可是价格高不高 不便宜 对不对 有些比如说 有些发热衣 可以一件内衣 卖到一千多块钱 一件防晒衣 卖到三千块钱 一万块钱 它的效果真的没有 它的效果 没有它的售价来得那么的好 不成正比例 这个请特别的注意 那么蚕丝倍 在我们的测试里面 今年测起来就是 它标榜百分之百的蚕丝 测出来结果只有百分之四十五 前几年测更什么 更偷 它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四分之一的蚕丝 它就可以宣称它百分之百蚕丝倍 这样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对于这些 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吸收正确的消费资讯 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千万不要只是听厂商说 而我们在过去 可能会觉得说 一分钱一分货 那个品牌那么的大 它的商品的品质一定很好吧 从食安的世界里面 你看几乎所有的厂家都被打倒 虽然有些厂商说 它是受害者 可是我们要说 统一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义务 要替消费者做把关 有没有义务 你每年赚那么多的钱 你为什么不设一个 它有设实验室 可是问题是老板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 老板的决策 会影响到检验数据的解读 你了解这意思吗 其实任何的数据 就像顶星的油品 我有机会看到 当时顶星卖的这个收水油 的那个检验的数据 结果看到真的是吓一跳 国家对于油品的这个 所谓的酸价 0.2其实就是一般使用油的标准 超过2就已经是算是收水油的那个标准了 就是市面上的收水油 我们做那个收水回收的那个油 我们只是讲国内的收水油 大概在2左右 可是顶星油 他们自己做的测试报告 是到4.5之上的 就4.5左右 这样的油卖到台湾来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食品科技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进步 台湾的食品科技 其实非常的进步 你可以把那样的 这个收水油已经是恶臭的 然后是非常恶心的 那样的油品 经过脱臭 经过橙色 就是经过那个所谓的精炼 可以炼到 就是我们家里面卖的油的 那样的等级 科技其实是进步 可是不良厂商 不销厂商 他就有能力 把那种很恶直的 不应该给人吃的东西 就是经过整理之后 经过处理之后 就卖给人吃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坚持说 越大的厂商 你越要设实验室 越要去为消费者做产品的把关 像下一个月 我们做的蜂蜜的那个测试报告 刚刚跟各位报告的那个东西 我们里面有一段 我们说 就是所谓的消臭商 他不只是卖东西的地方 他应该是卖安心的食品的地方 给民众 你既然要卖 你就要卖安心 对不对 卖你的道德 卖你的良心 你应该要设置所谓的检验室 来做这些东西 可是关着门说 每一次在做检验的时候 无论是消机会或政府单位检测 你就会发现总有一些店家会上榜 各位记得吗 你要不要稍稍说一下你们体会到的 就是总是会有不及格商品的店家有哪些 这个是长期观察检测 无论谁检测 你就会发现 怎么就有这些厂商就会上榜 这是不对的 这真的是不对的行为 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 我们要联合一起 要跟厂商说 我希望你卖的东西是安全的 是卫生的 是值得我掏出腰包来跟你买的 我们消费者的选票 也要去好好的去慎选 那个所谓的合 就是有良心的厂商 这都已经不要讲合法 我为什么讲不要合 我们先不要讲合法 有一些东西 待会讲到最后 一定要跟大家讲 要分散风险 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建立的一个习惯 不管你买吃的用的 任何的商品 真的首先要建立的就是分散风险的观念 就是我喜欢你 我可能不要天天跟你买 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突然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身上累积太多的毒物了 可能同时建立几个消费的伙伴 用这个方式来分散风险 我先讲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分散风险 各位花生米是不是黄麒毒素的问题 就很让我们担心对不对 好我就听到厂商说 他们就会把回收的 已经可能将过期或已过期的花生 再混到新鲜的花生里面 混进去 然后再把它重新的包装 或重新的做成也许是另一阶的商品 比如说花生 可能做成花生糖 做成什么花生酱 或做什么 他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透过混的方式 把黄麒毒素的浓度降低 可能这一批已经过期的东西回收来一检测 黄麒毒素比如说5ppm 那就是有致癌的可能性的商品了 但是它混到新鲜的花生里面 浓度立刻降到0.2% 比如说举例子 这好吗 对消费者来讲 也许我吃了这一个0.2的感觉不会怎么样 可是你还是把 黄麒毒素是在一个容器里面 比如说这一罐里面 我测出有黄麒毒素 我如果白酒没有吃完它的话 比如说摆一个月 摆两个月 它的有效期是一年两年假设 我摆一个月 摆两个月 它就在资深黄麒毒素了 因为它已经有那个东西 有那个毒素在里面了 黄麒菌在里面 这是很没有天良的事情 可是不只是黄麒毒素这件事 市面上的米 仔细看 我们总以为说 小包装米比散装米 要来得更好一些 对不对 因为透过包装 可是我们的检验报告告诉我们不是 我们有一测 散装跟小包装米 是比如说十件十件这样比起来 它的价格这边是每100公克散装 每100公克可能4块5块 平均价格 这个小包装米 就5块6块 这样子就要十几 比如说12块起跳 这边大概5 6块 可是两者的品质是差不多的 就是根据中国国家标准检测出来 这两者的品质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检验告诉我的是什么呢 假设我家的隔壁的粮商行 它是一个 看它的米质是不错的 看它的流通量 就是它的客人是多的 我可能就会采 就去买那一家粮商的米 而不去买小包装米了 小包装米有什么问题 第一它的品质不一定比散装米好 第二个 你翻过来 好我们先看正面 正面可能写吃香米 吃香 会让人家以为这是池上米 来自于池上香的米 结果你翻到背后一看 碾制工厂在哪里 在彰化 在苗栗 可能吗 东部的米 送到西部来 碾制包装 才卖给消费者 可能吗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好 然后再过来 有一些标榜 比如说在这种所谓的 高档的百货公司里面 标榜日本的月光米 就测一测 整包没有一粒 日本米的DNA 500块钱一斤 没有一粒日本米的这个DNA 再过来 测一测标榜台湾米 结果DNA一测 不是台湾米 是哪里 东南亚的米 所以说对于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说 当我们去量饭店买米的时候 请你看 国家标准是一级米 二级米 三级米 这是米的等级 一级米最好 二级米 三级米 算低阶了吧 结果你看到量饭店 有些特价米 有些还不是特价米 它的米的等级标示是什么呢 集外米 等外米 它的意思是说连三级都没有 这样的状况下 我为什么到量饭店去买这样的米 而且是12块起跳 对不对 散装米好像也可以 不过买散装米 我还是也要提醒 还是有风险 因为你不知道那一家的 这个流通的量怎么样 假设它储藏的环境 不是那么的好的话 如果假设 我们不会判断的话 那也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不过米粒的选择 还是可以选拿 比如说你知道这个粮商 它的进货的来源 它有大包装袋 你可以看看它的大包装袋 来自于哪里 大包装袋上面 应该还有碾制的日期 然后再来米拿起来看一看 每一粒米粒饱满完整 它没有碎粒 它没有变成白茉粒 它就是透明的 透明的 表示它的含水量是足够的 是新鲜的 买这样的米回去 是OK的 只要是它的流通率高 它有大包装可以佐证 然后它的米粒看起来是好的 其实金打细算 也就是在这里面去做金打细算 了解吗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 所谓的经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 再来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要懂得趋吉避凶 刚刚跟大家讲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采购蔬菜水果的的时候 就是说怎么去处理它 怎么去买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烹饪 这个方法大家真的就要 就要大家记住 而且要分享 当你得到一个比较 你觉得有用受用的 这个资讯的的时候 请务必记得 跟你的亲朋好友做分享 我们常常说广告的力量非常的大 所有的广告都是告诉你 打动你心 然后告诉你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赶快买 要不然你买不到了 在这里面真的要提醒大家 请尽量的不要去看 那个所谓的电视购物台 你看到一定住三分钟 你发现你的信用卡 已经爆出去了 第二天你就准备接受这个商品 真的不要钉在那里 一钉真的很可能就会买 我们要隔出 看电视购物的习惯 再过来就是要懂得分散风险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在台湾尤其经过这么一大串的 食安事件发生之后 你会发现说 现在好像看起来 一发生一个事情之后 所有的全倒 从豆腐干这件事情 对不对 从收水油这件事情 所有的厂商全倒 所以已经是一个 这里面我要讲了 大概15年前吧 卫生署食品处的一位专员 就跑到消息会跑来找我 他说欧阳来来来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他说他叫我关着门 不准带笔不准带纸 他就是要我只是听 然后他不要留下证据 他告诉我的是什么 他说你们消息会 包括我们卫生署 或各级卫生单位 如果检验再根据 中国国家标准做检验 比如说做汤圆 中国国家标准说 你做汤圆的测试 你就是测这个所谓的防腐剂 脊二锡酸 本甲酸 去水醋酸 这三种 所有的单位 都是根据这个模式 然后采样就是 一定到传统市场采 到量饭店去采 大家的模式都一样 所以久了之后 厂商是不是就知道 你们的游戏规则 他说你们如果再不改变的话 我敢保证你们以后的检验 及格率 你们会看到 就是几乎都在及格的边缘 可是这真的都及格吗 厂商早就改用别的东西 是你抓也抓不到的 你还敢 就是你们还敢说 你们在把 替消费者把关吗 你看后来的三聚清安收水 有这样一路看下来 是不是这样子 他真的说对了 他说得非常的中肯 他告诉我们的就是 你如果再继续钓鱼 你知道中国国家 标准的检验的方法 就像钓鱼 我要钓几日细酸 钓不钓得到 我钓到了他不及格 对不对 可是现在的这个时代 对于业者来讲 那样的一个所谓已经改用 所谓的食品改良剂的这种作为 之后我们不再能够用钓鱼来把关了 我们应该要用网鱼的方式来把关 所谓的网鱼是什么呢 我用做一个网目很细小 很微小的这种网 去把所有有毒东西捞出来 他就要靠检验仪器 非常精密的检验仪器来测 这次豆腐干记不记得 一直在早期间一直在说的是二甲饥荒 前天开始说二乙饥荥荒 为什么 他就是用那个网鱼的方式 用非常灵敏的 那个价值千万的 你知道那个检验仪器本身就要上千万 的这个所谓的异象沉吸串林之谱仪 去把那个图谱 把那个特殊的那种线条抓出来 然后去比对他的资料库 所有过去检验的资料库 比对他可能是什么 然后再去确认 原来这叫做二乙饥荒 那个检验的技术 已经到了所谓的见识的那个程度 所谓的见识是什么呢 就像那个李昌玉博士 在做那种鉴定 那种见识那样子 技巧已经要发展成这样子 才能够真正做未消费者把关 可是不是在台湾 没有太多的单位具有这样的一个见识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资料库还没有建立起来 没有东西去比对 了解这意思吗 这是做检验的困难所在 其实十几年前我听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当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觉 我就开始写Mail给我的主管们 就是董事长 秘书长 我们的检验单位 跟他们说今天我听到的这些话 提醒他们注意说 把关真的要注意 可是十几年来我们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检验仪器 可是政府单位可能也没有几台 那个所谓的意向成绩串联职不宜 也没有太多 对消费者来讲 我们更没有能力了对不对 但是还是要有自我保护的机制吧 分散风险 是目前看起来比较能够保护家人 保护自己的比较好的方法 爱吃什么不要天天吃 不要爱吃豆腐干 吃了十几二十年 发现我身上积了一堆的二甲饥荒 这种致癌物质 不要天天吃那样的东西 然后不要老是跟那一家买东西 不要天天买统一 我可能明天买义美 后天买什么牌子 几个牌子让人流 累积的毒性少一点 好 懂得认证购买 虽然台湾的认证 老实说不怎么样 真的不怎么样 有机店也可以测出农药残留的 这种状况下 还是有一句话就是 认证总比没证好 因为没有证的更不受管 更不受管的状况下风险更高 所以还是得认证购买 只是分散风险来平衡 这个所谓的管理不够的那个部分 再来懂得选购的技巧 刚刚跟大家稍稍讲了 一下下就是米粒的那个辨识 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选购的技巧 买很多东西其实是要注意 比如说买杯子 假设说 有些讲究的人 这个两公分或一公分以下 它才能够让它有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诱料就有中金属的可能性 所以杯子里面 碗盘里面更不能够有花色 了解这意思吗 如果更好更好的做法 就整套都是白色的 可能它的这个安全度上面是比较高一点 像吴嘉诚老师 他选择老婆的条件是什么 绝对不能化妆 因为你化彩色的妆 你的口红 你的很多的这个妆 这些化妆品里面 就有中金属的奉献 他绝对会遗害到他的孩子 所以他选择太太的条件 就是不可以化妆 这个也可以做参考了 再来 就要懂得满足需求 而不追求流行与时髦 各位要了解 厂商一直在不断的研发 新的商品 新的流行 目的就是让年轻人或让我们去追逐 每一次的追逐 其实都是荷包的付出 对不对 我们不是在说血拼血拼吗 都是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需要这么多吗 环境的污染要不要想一想 荷包的浪费要不要想一想 现在很多的太太们 很流行看电视后 然后就是买一套一套的厨具回去 然后宣称这个所谓的不沾锅 是不是 这个不沾锅 这个不沾涂层 是什么 基本上它其实就是一种塑胶的材质 老实讲它就是一种所谓的 比如说铁蜂笼这些东西 它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一些数尺的一些加工品在那上面 以杜邦公司来讲这是确实的例子 杜邦公司几年前被美国的环保署处罚5点多亿元的天价的所谓的隐匿重要资讯 它引力了什么重要资讯 它说在 这个是环保署说 美国的环保署说在北极熊 北极的那个北极熊的肚子的脂肪层里面 在杜邦公司的生产线的孕妇的肚子里面 都找了这个所谓的致癌物质 这个致癌物质 杜邦公司说 它必须要在200多度以上 它才会慢慢释出这个所谓的致癌物 可是在华人的世界 我们炒个蛋 或者煎个蛋什么的 它的温度很容易就串高到200多度以上 它的那个所谓的致癌物质 其实就慢慢的就跑出来了 那对于这种不粘过程好吗 食物的不粘 其实是技术 对不对 你看看那些所谓的有名的大厨师 他用的锅子是什么锅 不一定 我们先不说现在的那个 在这个美食的节目里面 顺便介绍锅子的那些厨师 我们不看那些 真正我们说的是真正的大厨师 其实用的是铁锅 铁锅能够做到不粘 其实那就是技术 所以对大家来讲 我们是要把锅子洗干净 有可能要热一点 或者怎么样 反正总之技术是可以达成的 就不要迷信的买那七八千 一万块钱的锅子 真的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做到这样子 就是买那么多那么多的东西 不要去盲目的追求 好 实际关系 我这个很快的把它转过去 就是这里面要讲的是什么呢 保健食品 现在我们大家都觉得健康 健康的维护 好像光吃家里面的餐桌上的 均衡的饮商 似乎不足够 所以大家都会想说 买一些保健的食品来吃 我接下来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保健的食品 有所谓的有效的状况来讲 你必须要用科学的方法长期的大规模的来做 超过五千人以上 杜邦的不沾过程是18年后 才让民众知道 他们隐匿了这么多 这个所谓的致癌物质的这个重要的讯息 是18年后才知道 所以这个检验报告 一年以上其实都还不足够 我们很多的比如说手机的这个电磁波 有没有害 你看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一下有害无害 有害无害的这样子论点 几年后我们还是没有定论 对不对 所以对于厂商说 他经过什么认证 然后经过几年的研发 然后经过怎么样的一个确认 然后他确实怎么样 真的听天就好 我要讲的是什么 是下一页 这已经是确定的这个实验的结果 比如说β胡萝卜素 他标榜的是什么呢 护眼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大的所谓的预防的效果 反而可能增加肺癌 这个是真正的临床实验告诉我们的 台大毒药所的萧水盈老师 告诉我们的讯息 其实后来我们自己消费者报道杂志 去搜了一些国外的研究报告之后 也证实了这些讯息 维他命C 大家告诉我们说 维他命C多吃没关系 它是水溶性的 顶多喝了水 随着尿液排出来 可是这里面说的是说 你过多的维他命C会增加动脉血管硬化 还要吃那么的多吗 虽然维他命C酸酸的甜甜的 好像很好吃 又告诉我们的是水溶性 所以不用担心 可是他如果增加 这个所谓的动脉血管硬化 还是得注意量的问题 再来叶酸 这个是非常人在多吃的 比如说孕妇 他告诉我们说 孕妇多吃点叶酸 对孩子的智能发展是好的 健康维护是好的 可是老人家口角炎 吃叶酸也好 可是这里面告诉我们 叶酸会增加大肠直肠癌 再来高钙高维他命D 它虽然可能降低大肠直肠癌 可是也增加了肾腹腺癌 平均的妇女 补充这个荷尔蒙 荷尔蒙疗法 如果这个荷尔蒙是 动情素加上注孕剂 它确实会增加乳癌的发生率 好 像现在市面上卖的奶粉 高钙高铁 有没有 很流行吧 会让我们觉得说 喝这杯牛奶 又可以补充钙 又可以补充铁 这不是女生喜欢 就是很需要的一种奶粉吗 可是高钙跟高铁 是互相抵触的东西呀 所以厂商说 请真的就站在 听听就好的立场 如果假设 我现在真的要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动心的 所有的所谓的广告诉求 你动了心 其实不是去动作买那个东西 不是赶快行动 而是赶快上网去找资料 把那些关键字建进去 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很多 正反的意见 那么在这些正反的意见里面 你看看谁具有公信力 发表的单位具有公信力 他的意见就比较可信 而且这意思吗 做个聪明的消费者 我们现在开始 也要懂得去收集 有利于 做正确判断的消费资讯出来 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健康一些 好 在这最后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你做了那么多的功课 听了那么多的严讲 你在消费者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会发生问题 怎么办 跟苹果爆料好不好 跟东森爆料好不好 跟民意代表爆料好不好 很多人爆了料 然后呢 那些爆料的单位 没有后续的处理了 比如说民意代表 那么的忙 他会继续的帮你 把这个案子办完吗 媒体这么的忙 爆了料之后 上了新闻之后 他会帮你做后续的 这个申诉处理吗 我们这边反而是接到 民意代表的助理 写了一封信说 某某军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呢 请好好 请妥善处理 把这个案子就交给消息会处理了 那么我们在处理消费 消费申诉的经验里面 很实在地跟大家讲 厂商重视的是商欲 当他的商欲在媒体上 已经是破裂破局的状况下 这个案子基本上他不会领会 所以对消费者来讲 我们就要思量了 我们要想什么 假设这件事情我就是气 我就是要一个爽子 有人把它爆出来 我就开心了 如果假设是要这样子 我们就不妨 这是比较快的做法 我们就不妨跟媒体爆料 跟民意代表爆料 假设只是要一个爽自的话 如果要这个个案 还是要能够得到所谓的理赔 或所谓的道歉 或所谓的你任何的主张 那么最好循着的是正常的管道 所谓正常的管道是哪些呢 政府单位就是各县市政府 现在也许是法治局 或者是总之就是跟各县市政府 消保官来做申诉 如果打1950 这是消费者咨询电话 接电话的是各县市消保官下的义工 所接的电话 他能够提供的是咨询的服务 了解吗 这是官方的部分 民间的话像消极会 像我们在高雄 我们有南区分会 有为大家服务这样子 所以说跟民间的这个消保组织 你也是可以申诉的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申诉一定要记得 你电话只是叫做咨询 书面才叫做正式的申诉 个案要求偿 一定要经过这个所谓的申诉的 这样的一个管道 打电话都只是叫做咨询 就是也许服务的人 就要告诉你 他过去处理的经验 或比如说消极会 我们的志工可能告诉你 这个案子在过去会怎样的判处 你要准备什么 那个就是叫咨询 要处理案子 还是要透过书面的方式 然后再来可能就是要知道 就是有义务律师的咨询的 这一个服务 我们一定要善用社会资源 像义务律师的咨询 这是免费的义务的 不会收任何费用的 所以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难杂症 其实可以先咨询 再来申请调解 这个就是各县市 甚至到乡公所 区公所之类的 他就有调节委员会 可以申请调解 所以观念呢消费的观念是分散风险 不如多元消费 这个意思就是分散风险 进行广告不如看清它的标示 厂商的标示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 很多的事实他不敢明着骗人 白子黑字他不敢骗人 所以真实的写在那儿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了 零卡零热量 可是它的营养标示 确实告诉你热量500卡 他其实是有说 只是我们消费者没看到而已 看标示是很重要的 证定契约要知道法律 契约书其实 厂商所订出来的契约书 不尽然是公平的 这句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因为他所订出来的契约书 一定是有利于他的立场 这对我们来讲怎么做 消费者怎么办 我们不会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律师朋友 但我们可以拿官方所审查 审查通过的并行化契约范本 还有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 这个是具有强制性的 我们至少可以拿这个东西 来要求厂商比对契约内容 看看陷阱在哪里 而且这个很重要 再来就是吸收正确的消费希望行动 不能够马上行动 这是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